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船本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船本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廳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03號舖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船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船本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山家看到了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想起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遮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來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n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在曼達商圈 它是精裝現樓 但是單價去到九字頭 在這裡去到曼達才是兩個字就可以去的 而且它現在那種88的格式 那種面積可以做到山房 那究竟是怎樣值得我和大家分享的呢 現在即時帶大家去瞭解 OK 我們就進來燃燒中心這裡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樓盤 那大家平時是怎樣才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小區它在這個位置叫上臨縣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在香港過來的話 首先我們那個交通 那你坐高鐵的話 第一時間你可以在九龍 接著就坐到這個惠陽站 那個時間大概就五十幾分鐘 票價正常化都是98至100元這樣 那除了這個 你到了高鐵站之後 你再打滴滴回來這個樓盤 大概都是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的了 那除了這個高鐵之外 我們再看另外 因為最近大家都喜歡坐地鐵 那你坐地鐵的話 你就可以坐到它有幾條線的 如果你平時在羅湖口岸 或者在福田口岸出來的話 最近的一個交通 就建議大家 如果你那個福田口岸比較近方面 你就在福田出關 出了關之後 你到時呢 你又直至坐那個14號線 你又坐到沙田站 到沙田站之後 再打滴滴回來這邊 差不多都是四個小時左右 四五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 你和那個高鐵站是差不多時間的 那除了這個交通之外 我們再看看 你是很關心 比如你在這裏住的話 到時在哪裏去哪裏買東西 那麼這個小區 它最重要的賣點就是 這個位置 它是屬於這個萬達窗圈的 因為前面我一直都跟大家分享 萬達窗圈附近的 這些Easy住行生活配套 那麼這個小區 它就在這個範圍的 首先我們看到 你這裏直線這樣下去 就可以去到比翠山 下面是有個一天界的廣場 是你這裏非常之近 你開車過去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去到的了 其他兩個 還有兩個大商場 一個就是萬達廣場 一個就是五月廣場 它以前就叫做燦邦新天地 現在就改了名的了 那麼這兩個商場 都是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麼這些就是你附近住在這裏 在這裏買東西 那麼本身呢 它自己小區樓下 它也有些商鋪的 那麼到時你簡單的 那些買東西買菜 那麼可能小區樓下你也有的 那麼再前一點 你就多出幾分鐘 就去到這三個商場 那麼它對面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名號 就叫做北戴皮密 北戴這個學校 這一間是屬於私立的 那麼雖然呢 我們觀眾朋友 你平時用不到這間學校 但是有這個名校在你小區樓下的話 對於你以後 將來你說要回香港 那你不在裏地這邊住的話 將來你轉手的時候 你如果樓下有名校就非常之好 因為在裏地這邊 大家是非常之注重小朋友 平時那個教育的嘛 所以你有名校 所以你以後 將來你二手市場也會更加好些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那麼附近的那些 你說去恒山 接近的 就這裡有一個公園 還有如果是到時候帶小朋友回來的話 這裡有一個大一瓦二桶公園 這個呢 它是屬於一個網紅打卡點 那麼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 裡面有什麼玩的設施 上面還有幾個公園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暫時屬於這個小區附近的配套 那麼我們看看 它小區自身裡面有什麼 我們現在的位置 就在營宵中心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小區它總共是有四棟的 一二三四 這個就是大門 小區的大門 裡面就有些設施 這裡就有小朋友玩的 還有呢 每一層的一樓的家庫層呢 它就有 你可以做其他運動的設施在樓下的 那麼現在 那個 四座和二座呢 就已經埋了 整個小區它都是營宵來的 那麼現在埋的呢 就是這個 後面這個第一座 一座的位置 它是兩廳四棟的 那麼前面這兩個呢 就是八十八的三房 後面這兩個呢 就是一八零六的四房 那麼 大家去示範單位 看看這一種格式 和那個交標的情況 是怎樣 走這邊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想來示範單位 因為這裡呢 它是現樓來的 帶著正裝 所以呢 我就直接帶大家去現場 看一看 那個交標是怎樣 那麼呢 它現在在賣這個 這個一座呢 它就兩梯四伙的 那麼呢 它賣就是八方的三房 但是現在 今天要帶大家看的 因為那個還沒做示範單位 這個活動剛剛才開始 前幾天才剛剛開始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之前賣的三座 這個就是九十 那麼 呼應格式是有點不同 今天主要拍這個呢 是主要給大家看的 那個交標 就是你到時收樓的時候呢 就是現在你眼前所見到的 這些東西 就全部都是有的 那麼正常化 這個門 正常這一種 它就是配鎖匙的這一種 不是那些點子鎖來的 那麼到時呢 你就放一個窄一點的尺寸 那麼這個位置 可能就 唯一有少少 不是好什麼的了 那麼這個呢 我們看 因為它這個也是三房的 但是呢 都是有 是二家一那種 就是這一間呢 我們就當正它是那個陽台送一半的 那麼正常化就是 牆身就是這一種白色的 那麼地下呢 那些磚呢 就是這一種灰色的磚 全部是整好給大家的 那麼我們重點就看 除房和寫手間 因為這一種 才是大家 你到時會用到的東西的嘛 其他的那些呢 我待會回去 現在買的那個 一座88方那個位置 直至帶大家看 88那個毛批那個格式 那麼這裡呢 主要就是給大家看那個交標 那麼這個 除房這個位置呢 到時它交給大家呢 這些上面的桌面呢 全部都是賣食來的 那麼這些廚櫃這些是有的 還有呢 它的磚這個位置呢 這些是叫做那個美鳳 全部都會做的 那麼它的廚房都是有賣窗 還有一些升盤這些東西都是有的 那麼就是 包括這一種門 這一種 那麼我們再進去裡面 看看 寫手間的交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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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 即是牆身這些位置呢 它是鋪了磚的 那麼這些是 寫手盆 還有這個鏡櫃 那麼下面呢 這個是收納櫃的 這一種全都是配著油 那麼馬桶呢 它就正常的那些馬桶 那麼洗澡房這一種呢 它這些就是有的 但是呢 它這個位置呢 它就沒有做到 高安收分離的那樣 那個寫手間 那麼到時呢 大家用的時候呢 就建議你可以在那裡 拉一條鏈啊 或者你安裝玻璃門啊 都可以的 那麼大家看看 大家自己喜歡 那麼廁所呢 寫手間它是有那個 配賣窗在這個位置的 那麼 那麼因為這個呢 它是三房兩位的 那麼我們就不看那麼多 那麼這一種交標呢 暫時就是這一種 看了那個封窗 因為陽台街一房呢 那麼它到時封窗呢 它就封了這一種玻璃窗 是會這樣封好給大家 那麼不用自己去封 因為你自己封窗 可能又要大幾千 差不多四萬元這樣 就是這一筆錢又可以省回 那麼現在呢 那我就回到 埋近的一座那個實體 去大家去看看 現在埋近的匯應格式是怎樣 我們這邊看 OK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來了 我們現在現在埋近的 這個一座 這個實體 那麼它的樣子是兩梯四貨 那麼但是呢 這個一座呢 有一點小小的驚喜給大家 就是 你進來之後呢 前面 你看 這裡呢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那麼前面呢 這個是空的 那麼呢 一路到門口 這個位置 這裡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磚 七九磚 一塊是八十 就是等於是差不多 六米那麼長的這個空間 就給到這兩間八十八方的 那麼只有你們兩個用 因為電梯那邊是一百零六的 那麼你們前面這些空間 基本上就是你們兩家自己共用的了 所以很大一塊空間 那麼我們再看看裡面 那麼首先進來呢 因為這個格式它就是暫時還沒安裝的 明年之後呢 它就會安裝一個航空間 因為它現在是剛剛這個小區 這個是剛剛才放出來搞活動的 之前都是正常比兩成的 那麼現在呢 它就有低手期 低到多少 我們先看看這個格式 那麼首先進來呢 這一排這個位置 你正常都是放鞋櫃 那麼這個小區呢 可能它知道 唯一放鞋櫃這個位置 就不夠位置 不夠位置 那麼所以 你就可以把鞋櫃放在門口 那裡 剛才我看到有六米那麼長的 反正只有你們兩家而已 那麼你可以放在前面那個位置 我們再轉過來 哇這個櫃房就夠大了 對於它這個八十八 整了三房之後 還有這麼大的櫃房 這個是很少見得到 你看一下現在 因為我們經常每天出去拍片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 你看一下是一百零幾的 都未必是可以給到這麼大的櫃房給你 因為這裡差不多有七點四個方道 那麼正常化了 那裡是哪一個位置 煮食 操作台 你整個 整個 那些叫什麼 腰圓的櫃房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三邊都可以做 然後正常化 因為這個燃氣管 在這個位置 那你正常肯定是在這邊炒菜的 但是你說在這邊洗 那邊切 那看你們平時自己怎樣順手 正常這個是有長生的那些開關 柴座這些東西 可能基本上電飯煲 或者那些什麼 基本上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正常就在這邊擺櫃 這個呢 如果你完全足夠空間的話 這邊就不用動了 你就正常留在下墓出去就可以了 那走出去之後呢 這個餐廳這個位置 非常之長的一個位置 那正常你肯定是在這個位置擺櫃 擺個長的或者圓櫃 可能是長櫃 長方形的 那些四人櫃 是比較好用的 就是你又不會篩這個空間 因為整個餐廳加上這個客廳 這個空間就差不多會去到25個坊 就是24.8幾 我剛才算一算 就是你整個客廳周圍兩百幾呎 你88坊的一個單位 客廳就給了你二十幾呎 所以這個小區的設計 是完全是以前舊式那種設計 所以它的洗油空間就比較大的 分攤就比較少的 那我們再出出露台這個位置 你好像露台一樣 這個服呢 同樣也是跟客廳的三米六 那這邊的寬就是兩米一的 所以它單單陽台 你都會去到七個半坊 那就送一半 就是送了三個幾坊 那這個呢 因為這個是實體 你的視野就看出去 就靜靜地看 在小區樓下 看那個花園 那前面呢 就是另外的樓盤 那我們再進去看看 其他格式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間房 它第一間房 這個就是一個街一房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多功能房 它這個陽台這裏 差不多去到十個房 就是你送一半 又送了五個房給你的 那這間房都是夠大的 正常的長型 到時候它交流的時候 就會這樣把這兩邊 這個窗幫你封了它 但是這間房 望出去就是望小區的露台 因為下面它那邊是有商鋪的 所以有商鋪樓上呢 它就有一個露台是可以送給大家 那這間房就是望 就是人家在下面燒烤啊 或者是什麼啦 聊天啦 可以大家聽一下 那這個就是第二間房 那第二間房這個空間 可以用這個飄窗位的 正常它交流的時候 它都會預約出去 那你或者你想留住在這裏 放在床的話 你到時就可以跟發展商說 你裝修的時候 幫我留這個飄窗位 這裏差不多去到60公分左右 那你這裏等於是 都是給幾十公分 那你就可以做到麥克風的床 這個窗台是夠大的 那這邊就放衣櫃 我們再看看這個洗手間 這個空間呢 它就做了防水到這個位置 那它中間那時候很多 那第二層的那個防水 就去到灰色那個位置 就做了上下兩層的 那這個位呢 就可以讓大家去放些東西 你放那些洗髮水 沒有要錄那些 你可以全部放在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底窗 那我們再看看裡面的這間主人房 主人房這個窗台這個位置就夠長了 那你正常用它的話 放到麥克風都沒有問題的 正常這樣放 那麼飄窗外很多人都會放著 就是你到時休閒的時候是可以用的 那主人房這邊看出去都是看小區 那這邊呢就是那個衣櫃那個位置 那這個小區呢 就到了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價錢是多少錢呢 我剛才拍的那個是88方的 那我就選了一個四樓 401那個單位計算了價錢 那這個401那個面積是88點多的 那原價呢就要去到115萬 那但是呢 他現在是有活動的 因為你按照110幾萬 你正常首期呢 你就要給到大概是22萬左右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發展商 他這幾天開始就有搞這個送首期的那個活動 那就可以送到大概19萬多 就是送完了之後呢 那個合同的那個價錢呢 就先去到106萬多 那你自己給個首期呢 就給2600就可以了 如果拿來供的話 30年一個月的月供就3900元 那所以呢 上車的那個門檻是非常之低的 那你介紹他送完了之後 那個19萬多的那個首期 相當於你自己按出來的錢呢 就是87萬這樣 這樣就可以買到這個88方的單位 等於那個單價呢 就9000多 就到1萬 那帶來精裝 那這個小區 他主要的亮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是這個地段 這個位置 因為他呢 都是屬於萬達雙圈 因為最近呢 如果是有繼續 一直關注我們公司片的話呢 你都知道最近我一直在分享著 萬達雙圈附近的一些生活配套 有交通啊 商場啊 醫療啊 還有玩的兒童樂園啊 那些東西 一直一直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這條片呢 這個小區呢 他最重要的賣點 除了剛剛說的這個位置 他可以享受萬達雙圈 那對面前後呢 對面就是毛馬戶的了 那他附近這些樓盤呢 那個價錢都是去到一萬一一萬二的 那但是為什麼他才是九千多 還未到一萬呢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身呢 那麼他小區是比 跟這幾隻大樓盤來說呢 他是會小一點 因為他就只有一二三四 總共四棟樓 那小區會小一點 那所以發展商他自己都知道 為了給更多的收益 與觀眾朋友 所以呢 他就將那個價錢呢 他就沒有價錢訂得那麼高 因為他送了這個首期之旅呢 你選了之後 九千多元買這個地段 性價比是可以的 那麼這個小區主要是適合哪些朋友呢 他雖然只有四棟 但是呢 因為之前呢 也有朋友問我 他說Eva 你有沒有那些 就是我不要那些超級大盤的小區 因為到時我回來的時候 可能買了東西回來 兩隻手抽東西 可能要拿很遠很遠才走過去 走過去家裡很累 但是這一種五大五小的小區呢 你大門一進來 就可以回到樓上了 那所以呢 這一種就更加方便些 而且你自己小區 你不用整天在那裡繞圈 都是非常之方便 因為 它是四棟樓在村邊 一路圍住的花園 是中間為黑色的 那所以呢 這一種 居住的舒適度是ok的 還有它的通風採光 圍住的嘛 它就不會扭動 扭對扭那樣 那所以呢 他就比較適合這一種朋友 但是呢 始終它的價錢 放在那裡 九千多一萬 那所以呢 你說好像 我遇上那個 成一樣像 那樣 雖然是九千多 但是你要付豪裝 我對裝修是非常有要求的 觀眾朋友 那這個小區就不適合你的了 因為這一種 這個裝修呢 你說拿來租啊 或者自己簡單這樣住是ok的 但是豪裝呢 它就不屬於是這一種 那跟成一形象是有區別的 但是呢 這個樓盤雖然是九千多 它跟新華年廣場對比來說呢 又比新華年廣場那個位置呢 又會更加近曼達 又會更加近些 因為這裡 直至過去就是 翡翠山下面那個 一天大日廣場 駕駛大約五分鐘 你去曼達或者五月都是十分鐘 所以呢 這個小區主打的就是 正裝現樓和那個地段 和那個價錢元 低首期 這幾個才是它最重點 最重要的賣點 那如果是有剛剛好 這幾重是你想要的小區的話呢 那你隨時可以私信我 或者過來這裡實地考察 那除了這個88的呢 它還有一個是106的四房 但是今天呢 就不跟大家分享著 為什麼呢 因為它剛剛出這個活動 過了一年 過了一年之後呢 它現在老闆還在搞這個交標的那個裝修 還沒搞完 那所以呢 就沒參觀到 我就暫時不跟大家分享 因為無批就差不多 跟剛才看到的 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106的呢 它是可以做到難不通的 那個會形格式都是非常之美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 試信我 最好呢 就 拿起電話 那我們實地過來這邊 現場考察 好嗎 那今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期呢 我看到有什麼想的東西 都會即時上來跟大家分享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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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俺 為